他在去 等一下 短褲Polo山到自來水園區 和小朋友打水仗 柯市長有備而來 但是小朋友水槍在手 就算是市長也不留其面 柯P以寡敵眾 撐不了三分鐘 就舉雙手投降 你有看到市長嗎 我根本 反正一下去就被噴成這個樣子 都還沒玩到 是被玩 市長你手上也有手水槍 怎麼是這樣的東西 當太多人打你一個字 不想要打哪一個 好啦好啦 小孩子高興就好 喜歡玩水嗎 我也不曉得 為清水節揭開序幕 市長自己卻好像不太熱衷 北市府每年夏天 都會舉辦清水活動 但小朋友頂多踏踏水 要把台北打造成水岸城市 還是得多吸引年輕人 親近水岸 四來水園區外 針對年輕人的戶外點音派對 整個廣場只有一個人 新單營支跟著音浪搖擺 看起來年輕人好像不太捧場 還可以做得更多一點 做就是希望政府可以多一點建設 市長宣傳清水節 雖然成功塑造話題 但活動結束後 水岸又變得冷清清 北市要變成水岸都市 還得靠市府持續推動 記者郭縣楊維珍台北採訪報導 記者郭縣楊維珍台北採訪